大家好 剛剛介紹過我來自雲科的文化資產委呼吸 那今天其實我們還有兩位夥伴 就是我的學妹 然後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請他們再來 那今天就是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近七八個月正在做的事情 好 我們就是在這近八個月左右 我們一直在記錄台中地區 外籍移民工的一些生命故事 那其實在我們團隊當中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來自台中 那我們離開了熟悉的家鄉 熟悉的校園 但是也有一兩位是因為這次的機會 所以才有機會回歸到熟悉的家鄉 然後花一點時間去認識 就是認識自己的家鄉一些特別的風景 那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來慢慢的介紹一些 我們如何去記錄這些外籍移民工的故事 好 等一下 我翻一下我的小抄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旁邊的西屯區協和社區 裡面有一個公園我們拍到的一個景象 那這個是越南籍的勞工 他在利用禮拜天的時候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些頭髮 然後其實這些景象都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 只是我們過去可能眼光沒有就是放在他們的身上 沒有注意到他們 好 那在我們的訪談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集中在兩個群體 第一個是家庭看護工 那第二個是製造業的廠工 那這個我們是在大理的一個機械代工廠拍下的一個景象 那其實太平大理一帶都是我們台中知名的機械代工廠 又稱為就是Ochu Club 就是傳統產業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不只想要訪談到產工的一些心聲 其實這些傳統產業的老闆們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聽到他們如何去看待外籍勞工 那其實傳統產業就是面臨到人力的空洞 所以外籍勞工就是來填補這塊空洞 然後解決這些問題 好 那在我們的紀錄當中 其實信仰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外籍移民工在台灣的精神支柱 除了在原鄉的家人之外 信仰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那我們就是會去觀察他們的一些民俗節慶 這個景象是我們在7月18號的開災節 我們到台中清真寺拍下的一些照片 其實台中開災節大家應該很有印象的是 北車就是常常會有一些新聞 就是說車站大廳 擋到一些交通的路線 那這些北部的一些情況一直曝光在新聞媒體上面 那其實反觀在我們台中 其實在這些民俗節慶的時候 也可以在我們城市觀察到 他們是如何去慶祝這些節慶 那我們就派出了一些人馬去記錄 台中清真寺的部分 那我們觀察到他們如何互相的去問候 那互相去道安 那擁抱親吻守備等等 那我們會後就是過後幾天也去訪問台中清真寺的教長 那由他來帶領我們認識伊斯蘭教 下一張 那這個景象是一個比較現實面的一個景象 就是說 許多女性的看護工 他們在維繫自己的信仰之 的同時 他們必須還是要兼顧他們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一個現實 工作跟信仰之間的一個權衡 那他就帶著阿公阿嬤到了這個台中清真寺這邊 那阿嬤就稍坐休息 等待這個禮拜結束這樣子 下一頁 那那一天同時另外一批人馬 我們來到了東市 東市是我們長期住點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跟這邊的印尼看護工 來做一些開齋節的一些慶祝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沒有休假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一起遲遲喝喝 然後他們利用這個早上短短的一個小時 那他們視訊給母國的家人 慶祝過年 那我們也是同時也是感受到他們開齋節的過年的氣氛 那在信仰這個部分呢 最後就是提到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伊斯蘭教有的經典就是可蘭經 那隨著就是全球資訊化 其實可蘭經跟信仰這些都 都因為移動而產生了一些新的產物 那可蘭經APP就是一個新的產物 那這個是一個滿有趣的一點 那這個景象是我們在東市的一個印尼商店拍下來的 他就是販賣一些期刊跟書籍 那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會形容他們的家鄉 那我們也會 我們隨著訪談的過程當中 都會去想像他們的家鄉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些資訊其實都是維基百科上怎麼樣都找不到的 因為他們有他們心目中的家鄉的樣子 他們可能看待胡志明市跟我們看待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在交流彼此的國際觀 他讓我們認識了很多我們從來不會在地圖上去尋找的那個點 那由他們點出來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世界上 原來東南亞國家有這麼多我們不知道的地點 那外籍移民工其實長期在台灣工作 他們奉獻了他們的年輕歲月 他們本來應該花那個時間去照顧他們自己的家人跟小孩 但是現在他們花貢獻時間在台灣照顧老人照顧小孩 那其實他們在結束這段工作期限之後 他們其實對自己都有一些期許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部分很希望可以聽到他們對於未來的夢想是如何編織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鼓勵他們就是講出一些自己心中的夢想 那這些心中的夢想我們也會就是慢慢用主題式的方式之後 會PO在我們的粉絲專頁讓大家知道原來外籍移民工他們的夢想是什麼 那大家說台灣是寶島 又有人說台灣是鬼島 那其實我覺得不要這麼兩極 但是其實從一個外籍移民工的眼光看台灣 其實也是很真實的 其實他們在這麼長期間工作下來都會對於台灣的政策有一些很真實的看法 那如果我們不去了解他們的看法 我們又怎麼社會又怎麼能夠進步呢 那所以在這些對話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的移工環境是沒有這麼的健全 其實在政策當中有很多的漏洞 導致他們其實是身心疲憊的在工作 每一天的這樣子的工作 好 那跟外籍移工訪談之餘 其實我們的一個很大的部分也是希望可以走入台灣的社區 瞭解台灣人的心聲 那這就是我們在協和社區瞭解一些台灣人的心聲 這是他們辦球類的活動跟外籍移民工互動 好這個是差不多最後一頁了 就是我這邊是想講的 這是我們在藝中開災節那天拍到的一個景象 就是其實外籍移民工逃離了母國 其實來到另外一個國家都是為了要逃離一個現狀 要改變一個現狀 但是其實逃離沒有這麼的簡單 因為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異國各個的關卡 然後各種的異樣的眼光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多對他們了解之下再做一些判斷 好現在台灣有很多團體很多新聞媒體 在關懷移民工為他們發聲協助陪力 那我們是希望說我們能夠成為台中的一個支點 然後關心台中地區的外籍移民工還有移民的第二代 那這邊小小宣傳一下 我們在10月底會在台中舊酒場有一場展覽 我們希望把一些成果呈現在這個展覽當中 可以用粉絲專業今天剛成立第一天紀念日 第一個The Migration Story in Taichung 是我們的臉書 然後第二個移動兒102是我們在豐原的一個住點的工作室 那這個是也即將在明年會成為一個東南亞書店 那這兩個粉絲專業都可以一直關注 謝謝大家